上個禮拜我們講到一個非常重要的題目 我也聽見很多人很喜歡 如果有人沒有來 你可以上網去 還有以前我是把我的獎章印出來 每一個人拍一張 我每一個人拍一張 最近有人要問我拿那些獎章 我說現在你可以上網去打出來就行了 所以我現在沒有把獎章派出來 你可以上網去打出來 我上個禮拜的獎章是 我們沒有自由選擇來到這個世界 我們也不能控制來不來這個世界 願不願意已經生下來了 我們也沒有辦法控制 要不要長大 要不要長老 好像以前我是幾歲開始 然後十幾歲 二十幾歲 現在七十多歲 沒有人選擇 還有將來有一天會死 也沒有人能夠選擇 但是唯有一樣東西我們可以選擇 我們選擇我們這個魂要到什麼地方去 很簡單 世界上的人知道的就是上天堂或者下地獄 這我們可以選擇 所以今天是繼續這個思想 怎麼樣選擇 世界上的人可以選擇去天堂過永生的生活 也可以選擇到地獄也是永生的生活 那麼所以我們中文翻譯 我們叫做不是永生是永死 在天堂是永生 在地獄是永死 因為他們都是不能死的 在天上你不會死了 在地獄也不會死了 那麼在地獄能夠死是最好的夫妻 OK 你願意付出什麼代價 拯救你的魂不去地獄 你願意付上什麼代價 現在很多人來到拯救人的魂 他不願意付代價 我知道Diana 你知道Diana是誰 如果不知道沒有問題 那不要緊 她一件衣服最近拍賣一百三十萬 她穿多哥哥的一件衣服一百三十萬 有人願意出錢買一件衣服一百三十萬 也有人呢 一年願意買一個一千年的碗 值兩百二十二萬 還有六千 所以你看一下 買一個碗 它叫做古董 它願意付兩百二十二萬 還有這個是我去跟我太太去買菜的時候發現的 千年亞當啊 一個可能要五十分錢啊 現在 你知道千年亞當是紅了嗎 幾當皮帶 OK 我是英文中文一起搞出來 這個叫做千年亞當 大概十分錢 OK 人都願意付這些代價去買 是的 你自己的魂 講自己 我們不需要講人家先 先講自己 你自己的魂的價值 對你來說是多少 照我看見人家信耶穌的態度 我撐出來 算出來 拿不到一分錢 明白嗎 這是我撐出來的 我算出來 計算計算出來 世界上的人信耶穌的態度 對信耶穌的追求 付上的代價 他的魂呢 對他自己來說 他的價值 可能一分錢也不值得 世人當之大 人有三條命 我在這裡 差不多四十年了 在這個教堂這裡 三十三年多了 很多人 我們這裡很好 很多人 昨天有好幾個 進來 跟我們談 還沒有找到一個 知道人有三條命 他們都以為人只有一條命 那你要知道 世人當知道 人有三條命的 就是靈、魂、生子 靈與魂是兩個生命 不是一個 世界上很多人 有些 只知道一條命 就是身體的命 也叫做肉體的命 他們也有一些 昨天好像有一個 他知道我們有兩條命 一個是身體的命 一個是靈魂的命 他混淆了 把靈魂搞成一個了 聖經這些聖經講 非常清楚 這是鐵撒羅尼迦前書 五章二十三節 人就 如果沒有 鐵撒羅尼迦五章二十三節 人就不會知道 連我也不會知道 原來人有三條命 有靈、有魂、有肉體 三條命的 他英文也是一樣 如果有人要學英文 Spirit, soul and body 世人都以為 人只有一條命 就是肉體這條命 所以人呢 集中所有的精力 都是為了 要維持這條命的生存 這就有人看見 庫斯裡面的 綠色粉碧板 大家都說是黑板 無力無途的 我們看見 綠色的板 還是說是黑板 在這方面 撒旦非常成功 他叫世人呢 都以為只有一條命 叫他們 執中經歷 傳神 灌注 肉體的命 沒有時間 也不願意 理會 魂的命 去第一 若沒有傳道書十二章第七節 如果你來基督教 即使學到 就會學到這樣 我們是經文一階階年下來的 若沒有傳道書十二章第七節 人就不會知道 人的肉體死了以後 他的靈到什麼地方去 這些聖經告訴我們 傳道書十二章第七節 人的肉體是從地上來的 請留以經文所說 人肉身歸成土 因為它是從成土來的 靈歸到神那裡 因為靈是神所赐的 所以我們看見 我們有靈 有魂 有身體 我們本身是個魂 然後靈是神借給我們用的 這個肉體死掉了 靈就回到神那裡去 我們這個繼續講下來 若沒有創世紀第二章第七節 昨天有一個比較年輕的中年婦女 她進來 是不是後面呢 不是 OK 她進來告訴我 問我好多聖經的問題 問得非常好 其中呢就是 這個創世紀第二章第七節這裡 普通人呢查不到的 因為我們現在世界上 有幾百種不同的翻譯 我辦公室呢 就已經有二十幾三十本 不同的翻譯 裡面呢只有一兩本幾本 它翻譯出來了 是原文裡面 神創造亞當的時候 是一個活的魂 而且 如果你沒有好像我這樣研究 你讀普通的聖經 或者讀 當然讀我們的中文聖經 你就一輩子都不知道 人神造亞當的時候 他不是成為一個肉體的人 神是造他的肉體 然後把生命的氣吹進去 叫他裡面有個魂 所以亞當就成為一個活的魂 所以我們是一個活的魂 活在這個身體裡面 這是創世紀第二章第七節 但是如果你看 全世界有一本聖經非常寶貝的 什麼翻譯呢 就是叫做King James 就是英國王帝 召集一班學者翻譯出來的那本 叫做King James Version 那本來翻譯出來了 因為他們是王帝 叫他們翻譯 所以他們比較小心 就把這個魂翻譯出來了 就那本聖經 我昨天就查給他看 你看這一本看不出來 看這一本看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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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呢 我們是研究原文聖經 自己去找 你就找到神創造亞當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活的魂 一個活的魂 Living soul 沒有以西界書十八章二十節 人就不會知道 世人犯罪是他的魂犯罪 肉體只是他的工具 明白嗎 希望感謝沈恩姐 我上個禮拜前幾天呢 發現 因為給我設計這個網站的人呢 那個年輕人 他會知道 全世界有什麼地方 有什麼人 有多少人 來我這個網站 修行聖經 現在到處都有了 甚至亞拉波也有 亞拉波那邊呢 我知道為什麼會有 因為好像去年啊 有兩個基督教會 那邊已經有基督教會 基督教會 傳道人來這裡訪問我們 所以我把網站給他們 可能是他們上我的網 俄羅斯也有 新加坡馬來西亞 比利時 瑞士 什麼地方很多 紐西亞 紐西亞 澳洲 紐西亞 紐西亞 紐凡人呢都有 當然加拿大 美國有好多 OK 希望大家一起好好地學 沒有以西結束十八章或十節 人就不會知道 是人犯罪 是他的魂犯罪 犯罪的魂 他必死 很清楚了 我只是照聖經告訴你們 OK 犯罪的魂 他必死 不是他的肉體犯罪 人的肉體去犯罪 是他的魂的問題 肉體只是他的工具 所以如果你去讀西亞聖經 你讀到後輩 你會聽見 使徒看見 使徒保留的時候 我住在這個帳篷 他把這個身體 比喻成為一個帳篷 我住在這個帳篷裡面 彼得也這樣講 我住在這個帳篷裡面 這個肉體是一個帳篷 是我們一個魂住的地方 是一個工具 所以我們這個肉體去犯罪 是魂的犯罪 他要死 所以我們基督教呢 不是搞肉體的死 也不需要搞靈的死 靈會死 神罪給我們用 回到神那裡去 就是我們這個魂 怎麼要搞 西伯來書 9章27 也告訴我們 我感謝神人點 這次我想 我上一次講 那個經文的時候 Michael你真是有福氣 上一次我講那篇 简章的時候 這些經文就跟著來 我今天就把它排列起來 然後跟你們一起休息 分享 沒有西伯來書9章27節 人就不會知道 肉體死了以後 他的魂 要為他所犯的罪 受審判 所以我常常說 世界上的人 殺了人 然後自殺 非常笨 因為你是一定下地獄了 如果你不自殺 將來還可能 有機會來到我這個網站 這個很難 不容易 6.3到6.5的千百萬的人 要找到我這個網站 不容易 但是如果你有機會 上來恩待你 找到我網站 你情力好好學習 你還可以有機會 總而言之 一點點也是有機會 如果你自殺 連那一點點機會都沒有了 所以是一定下地獄 因為你的魂 沒有機會 悔改 歸正 能夠得到救恩 所以我常常說 全世界人 千萬不要自殺 你自殺是一定下地獄的 沒有羅馬書 六章二十三節 人就不會知道 犯罪的結果 他這裡翻譯工價 OK Wages of sin is death Death OK 就是死 什麼死 好多人犯罪 他肉體沒有死 OK 可能他犯了罪 發了大財 跑到歐西聯那裡去想賦 買整個小島 OK 什麼死 他的魂要死 沒有啟示錄二十章十一節到十五節 人就不會知道 有罪的魂 神要把它丟在火壺裡面 這火壺就是第一 也叫做第二次的死 所以人不要以為 你殺了人 然後殺自己 你就完了 不管 因為神要追你的魂 把它放在第一火壺裡面 那是第二次的死 第二次的死 是我們人類的語言不夠表達 因為你下地不是死 是下地永遠受痛苦 如果你下地的人能夠死 每個人都選擇趕快死 因為人都以為死了就沒有感覺 就不會受苦了 在地裡面不是這樣 所以人要小心 神也不會放過任何人的 我已經放在網站上面了 如果你激怒神 神會做什麼 那篇講章 人 世界上的人 如果你激怒神 你專門搞一些事情 叫神生氣 神會做什麼 這個講章 希望 我不曉得下個禮拜會不會講 因為我今天早上發現有另外一個題目 就是 現在我們做父母的 常常給孩子們做這些事 做這些氣到你 我昨天教他們英文班的人 有沒有人講過這句話 你氣死我了 有人舉手 有孩子的父母都講過這句話 有孩子的父母都講過這句話 這句話 你真是把我氣死了 有父母的 有講過嗎 你氣死我 你要同行上帝 OK 現在世界上人做了好多事情 就是要氣死神的 當然我們愛我們的孩子 OK 我們說你氣死我了 還是愛他 還是煮飯給他吃 OK 當然 上帝也是恩待我們 我們我們一直令他生氣 一起激怒他 激怒他 激怒他 激怒到有一步了 有限度 有限度的 OK 你看從創世開始一直下來 你激怒上帝 一直不肯回改 不肯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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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下地獄了 現在我們要討論了 現在來了討論的問題了 你願意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叫你的靈魂 叫你的魂 能夠 所以我有時候也講錯了 靈魂 這不對的 是魂 叫你的魂不去地獄 神願意犧牲他的獨生子 叫你的魂得救 不到地獄去 那我也背這些聖經了 全世界的违背 但是沒有人會解釋 你要從第一節開始 不過今天我只是點這一點出來 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 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自滅亡 反而永生 神賜他的兒子 犧牲他獨生子 來世界上受很多的痛苦 釘十字架 為什麼 為著要我們的魂 人的魂 能夠得到救恩 為著救我們的魂 能夠不去地獄 為著叫我們的魂 他犯罪的魂必死 為叫我們這個魂 能夠不死 能夠不下地獄 能夠上天堂 神也註自出所愚 神也住在哪 神也住在哪 可不下地獄 神也住在太陽 神也住在太陽 意思 耶稣自己不愿意上十字架的 上十字架非常痛苦的 我们常常说 手指伤痛归心 手掌伤痛归心 明白 非常痛苦的 耶稣愿意受这样的苦 这个杯就钉十字架 OK 顺便了 我昨天早上才想起来的 这里他说 耶稣说 父啊 你若愿意 就把这杯撑去 这杯 我说这杯但是 耶稣代表他要钉十字架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这个杯 我们没有照字面解释 我们照他的意思 从其他经文 知道耶稣说 父啊 若你愿意把这个杯撑去 就叫他不需要钉十字架 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呢 字面上面 你当然字面上面 在这里的字面 你不知道是这样 因为这个字面说 把这个杯撑去 这个杯 所以有很多人呢 有 现在有一帮邪窝的人 小心啊 他说圣经不能照字面解释 所以你要小心这一路人 你记得啊 他说你不能照字面解释 那今天我的都是跟字面 照字面的意思告诉你 这个字面代表什么 我昨天早上突然间发现 因为这个很气死人的 我突然间如果有人这样搞这里啊 你这样告诉他啊 你写下来 你写写 因为他字嘛 你必须要写 陈约翰是你爸爸 OK 你就写 你不要写你自己的 人家在打你啊 你就写 陈约翰是你爸爸 或者陈约翰是你爷爷 那你就说 哈 你怎么这样侮辱我啊 你说 喂 你怎么读啊 你不能读字面嘛 字面是说 字面是说 陈约翰是你爷爷 但是呢 意思是说 你是一个美男子 明白我意思吗 Michael 会用吗 你就写陈约翰是我爷爷 然后叫他读出来 如果他生气 你不能叫字面 字面是说 陈约翰是你爷爷 但是呢 他内媒的意思 是你是个美男子 你就行了 OK 传天下搞定了 上帝恩戴 这些我都突然间发现 那你千万不要这样搞人家 等下搞人家 气死 OK OK 插着这个碑 知道 这里是一个代表言词 是从其他经文上下文 我们知道 从耶稣的身体 我们知道是 丁石教这个苦碑 还有一个意思地方是有的 耶稣说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知主 如果你造字面 那不是我们就是木头吗 就是植物吗 对 所以你要小心 有些人说 你不能造字面 他用这些经文 你要小心啊 那也是代表 人信耶稣 跟耶稣的关系 有生命的关系 而且你要借在耶稣 这个葡萄树 真葡萄树 耶稣是真葡萄树 我们是知主 必须借在这个葡萄树上面 能够才能够活 因为知主离开树 树呢 你就不能活 枯干 你枯干了 只有一个用处 丢在树里面烧 那这也是 圣经是真的 这些地方呢 就不能造字面 如果你造字面的话呢 那耶稣是一口树 懂静啊 耶稣是一口树 我们是一条枝子哦 最多是一条树干了 OK 如果你 但是他们就能够用这些 来搞这些了 所以你要小心啊 《路加福音》二十四 二章四三到四四节 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 加天他力量 耶稣的露体受不了这些 他也需要 所以我们有需要祷告 我常常在祷告求神帮助我 特别我太太祷告更勤力 OK 天使来加天他力量 因为耶稣既其伤痛 祷告更加肯切 汉足如大血点 滴在地上 这是我们中文能够形容祭典的痛苦 OK 耶稣愿意受这样的苦 上十字架 叫我们的魂 犯了罪的魂 能够不死到第一去 第一下 耶稣自己 神愿意 牺牺牲了独生子 耶稣愿意受这些苦 叫我们的魂 得到救恩 马太福音 二十七章二十一 二十七到三十一节 神辅的兵把耶稣带进衙门 叫传营的兵聚集在他那里 给他脱了衣服 穿上珠红色袍子 用经济编做冠冕 带着他头上 戏弄他 哪一根尾纸放在他右手里 跪在他面前 戏弄他说 恭喜犹太人的王啊 又吐口水 在他脸上 不会丢手 这种的侮辱是我不会受的 我不能受的 如果有人这样侮辱我 我就岂有吃力 算了 什么都不管了 李兵你应该不会 是我这种人才会 所以我这种人要小心 因为耶稣有能力 立刻把他们消灭的 他有能力 立刻把这些人完全消灭 但是呢 你看有天使来帮助他 一个天使就足够毁灭他们了 但是耶稣能够忍受 控制他自己 不做我们可能会做的事 所以这样的侮辱 为什么 要叫我们的魂 能够得到救恩 所以你看见 第一是多恐怕 神不愿意任何人到那边去 就是人 不要去 一定要去 就是想像现在有很多 他们外国人做得到 如果你不听话 不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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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好 这是最后一次了 所以这一次再出去 到那里做这些事情 我们不要讲什么坏事 我就会 手头啊 进房子的手头换掉 你不能进来 还可以叫警察 拉他跑掉 从今以后我不认你了 外国人有的 但是我们中国人 我还没有 哦 我听过一两个 我本来以为没有 听过 我突然想 有一两个 他是儿子宣布 不认父亲 把自己的信也改掉 有些世界上有些有人 他生气 OK 你看 耶稣是神 道前若生来到这个世界 他能够叫死能复活 他能够医治 大麻风 他能够赶鬼 他有能力 可以把他们完全消灭 但是呢 他因为受这些戏弄 这些痛苦 而且把他钉十架 戏弄完了 就把他钉死在十架上 为什么 要叫我们的魂 不需要去第一 使徒保罗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 叫你的魂 不需要去第一 受永火的苦难 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 这是耶稣 使徒保罗自己讲的 他是 好像 对不起我又讲这一句话 这一解释 我来到柳右 四十年了 对面那块地 我来的时候 两万块 五年前七百万 但是为什么 我们来到这里 立志不赚钱 立志不发财 要传福音 我们来柳右 我只有一个目标 要传耶稣的福音 为什么 因为叫这里的人 能够得到救恩 交到魂 不需要去地狱 这是从保罗那里学来的 使徒保罗就是这样的人 他非常好的 他说我说句狂话 我更是 如果他们是仆人 我更是 我比他们更多受苦 更多下奸牢 更多受兵打 冒死 是好多次的 给犹太人打五次 每次打四十减去一下 这个发现的非常奇妙 为什么 摩西律法规定 你打人不能超过四十下 原来是这样 所以他说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七 意思是三十九 打了三十九 不能再打了 再打你 连你也要打了 便你也要给人家打了 因为你违背了摩西律法 摩西律法规定 三十九下 不能超过四十 所以他说三十九 所以他这里翻译到 减一次 被棍打三次 被势头打一次 一直传坏三次 一周一夜 在深海里面 为什么史罗保罗 因为经过 因为受这么多的苦 他可以不受这么多苦的 人家可以发财 他也可以发财 他有本事可以发财的 他是非常大的地位 非常厉害的人 他愿意为这传福音 牺牺牲那些受这么多苦 为什么 他讲 屡次行远路 遭江湖的危险 道者的危险 同族的危险 犹太人呢 打他了 外班人的危险 城里的危险 旷野的危险 海中的危险 还有 假低修的危险 最后这个 你不要以为很轻松 最后这个是最痛心的 教会的假低修 伤害他 不容易的 不容易活的 但是为什么 他愿意受这么多的苦难 你看到 真是到处都苦啊 教会外面 教会里面 到处都有人要害他 所以我有很多时候啊 我也告诉我太太 告诉各位弟兄姐妹 我很感谢神恩给 我在这里 能够这样传道 OK 40年能够这样传道 没有人来打我 也没有人来禁止我 你不能讲这个道 感谢神恩典 我跟我太太去中国 40年 20年 88年到07年 前后刚刚20年 从来没有一次 我在那边讲道 从来没有一次 任何人告诉我 你可以讲什么道 不可以讲什么道 从来没有人讲的 OK 感谢神恩典 我这辈子就是有这个父亲 我能够照着圣基的真理 排出来 这一切怎么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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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责任就是把神的话 交通给你了 摆出来给你了 然后传世界 你要怎么样听 你自己选择 这是我的一辈子到现在 我一辈子的目标 感谢神恩典 直到现在还是这样 使徒保罗 是我们最佩服的传道 他就是这样 为什么他愿意不发财 不享受地位 权利 但是呢 犧牲受这么寒 又受这么多苦 为做一下我们的魂 能够得到救恩 受劳碌 困苦 多次不得睡 又饥又扣 又没有 有时候又没饭吃 有时候呢 没有衣服穿 不够衣服穿 吃剩露体 受这么的苦 除了这外面的事 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 天天压在我身上 哇 好像蛇保罗 他这一次啊 数了这么多 不领多前出十一章 这一次他生气 因为有人还批评他 有谁软弱我不软弱 有谁对他我不着急 现在我们来讨论了 你自己愿意付出什么代价 拯救你的魂 不去注意 现在我们是讲自己的魂了 我们先不要搞人家的魂了 你自己的魂 你愿意付什么代价 得到救恩 不去注意 所以是我们想 我刚才开始的时候说什么 白亚乃一件衣服 有人出价一百三十万 一个一千年的晚 有人愿意出价二十多万 一个千年亚旦 五十分钱 那么你的魂是多少呢 你愿意出多少 剩下很多年轻人 有些年长的人 他情愿去娱乐 他全力去party 也不愿意去敬拜神 他就是有时间搞面书 你知道面书是什么东西吗 Facebook啊 有人都不知道啊 有人都不知道啊 我看见报告 面书越来越出名 越来越普遍 平均一个人上面书十四次一天 你一天 看十四次圣经就好了 看两次啊 好不好 所以我从这里算出来 你以为你的魂值得多少钱 是这里换算出来的 明白啊 懂心 你上面书 明白啊 面书要钱的 要优费的 但我不知道面书的优费多少 你们知道高准 不需要钱的 OK 那没有钱就行了 OK 他可以上网不要钱的吗 没有 他不是上网 OK 如果不要钱 那我也要 我来研究圣经传福音 OK 简单承受 例行 所有当行的主基督教会 里面做中心一个肢体 你必须忠心在基督教会里面 基督教会里面 按照神的话语 传福音 你一起来做 敬拜神一起来做 传福音什么都是 我们一起来做 你愿意这样做 你要脱去一切的污秽 淫余的邪恶 存温柔的心 领受所在中的道 就是能救你的魂的道 所以 读圣经非常要求 有一个年轻人 礼拜五来 第一次来他就说他要受洗 我知道你受洗什么意思 要救你的魂 你怎么救你的魂 你要读圣经 圣经你必须先明白 因为圣经的道能够救你的魂 OK 愿神师父保守 时间刚刚到 下个礼拜我们有聚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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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